打工仔陸續復工 五法時間會不會變得高危呢 有餐廳就在桌上加設膠板 希望減少食客的飛沫傳播 專家亦都建議 同朋友吃飯的時候 坐位要有特別的安排 由休庭亂說一下 條街很多人 你吃飯都多了 其實危險了很多 擔心都沒用 為甚麼呢 他們都是要上班的 星期一起公務員連同 不少在家裏工作的打工仔 都一起復工 預計食宴時間是人流高峰期 入到餐廳人人都脫下口罩 大焗咀又茶餐廳想了辦法 希望用一板資格 可以防止飛沫傳播 食客都受諾 心理上覺得好像安心一點 不會多麵粉 很有心思 多做功夫一定有些幫助 老闆娘說這陣子都會減少搭桌 但如果真的沒辦法要搭桌 一塊防疫膠板就派上用場了 但除了膠板之外 我們還可以有甚麼防疫方法呢 專家就這樣說 如果在餐廳多些 長方形的桌 而長方形的桌 大家就不要對著坐 即是面壁 大家就好像你去打坐 去佛堂那樣 你真的就是大家隔 是同一面 有線電視記者 休庭梁報導